虽然巫通主席阿摩扎西试图与冰海战舰逼案撇清关系 但解密文件显示 他正是当年亲笔批准这项采购案的国防部部长 政府行政管理采购和财务调查委员会所撰写的 冰海战舰采购案调查报告正式解密 报告显示 莫时德海军造船厂BNS前执行董事阿摩南利 在2010年7月8号致函给时任国防部部长阿摩扎西 希望国防部发出冰海战舰采购计划的异项书 文件显示 阿摩扎西在BNS的来含上批示 采购部秘书请执行的字眼 而阿摩扎西也在上面签了名 财政部之后致函通知阿摩扎西 表示冰海战舰采购计划的成本很高 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也致函国防部 要求延迟发出异项书 但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最终接受了 国防部要发出异项书给BNS的请求 另外根据报告 BNS自2008年与时任国防部部长那集讨论之后 就不断寻求政府发出异项书